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政壇呢 每隔幾天就會鬧一堆的笑話 當然今天也不例外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當然做政治評論很辛苦 因為會得罪人嘛 我常說我把藍的綠的紅的白的 無色透明的全得罪光了 真的 所剩無幾 可是這個工作 有時候有一點點的樂趣 就是你看著那些很好笑的政治人物 講一些很好笑的話 然後你可以腦筋急轉彎 消遣他們一下 有時候你也自得其樂啦 不然這樣的工作怎麼做得下去呢 對不對 聖經上說 總要與人為善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我每天都說 主啊主啊怎麼辦啊 我做這個工作要如何與人為善啦 對不對 我本來想當牧師啊 我跟各位說過了 我唸了三年的神學院啊 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當牧師啊 因為我太 我的個性太桌霞 真的 我看不慣的東西 我就會講 你有看過一個牧師沒事靠人的嗎 沒有 所以我沒辦法 對不起 主啊 上帝就叫我做別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說好啊 那我每天就在我的節目當中 最後 來分享一點聖經的經文 這也算嘛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 談一下 今天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蔡同學 你的論文是我們不會放的 這題是我要去嫁廚啊 我們今天繼續要追論文門當中 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賀德芬老師 他的誓願不是被打槍了嗎 這個行政訴訟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你感覺到政府機關欺負你 做錯事 那你就要向這個機關的上級機關提出訴願 那麼如果這個上級機關呢 一樣不理你 那你就會提出行政訴訟 就到行政法院去告官 但是行政法院告官 十告九書 我記得人民告行政法院 這個敗訴率應該是95% 所以沒有用 很多人告訴我說這沒用 在國內你鬥不過他 你放棄吧 沒用 不對 不是這樣講 就是因為沒用所以我才要做啊 有用就別人去做啦 我常說 如果今天全台灣有十分之一的人 開始關心論文門 我就可以不做了 因為你們都在乎做了嘛 我就不做了 就像很多人開始注意到柯文哲 開始注意到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我從柯黑第一號就退休啦 交給你們啦 因為你們都發現了 當年我黑柯的時候 政治人物黑柯第一名是王世堅 媒體黑柯第一名就是我啦 當時我遭受到多少 黑柯粉的抹黑攻擊做影片罵我 伺候我祖宗十八代 現在有一些人轉過頭來跟我說 彭P 對不起 當年我是柯粉 我曾經黑過你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這個工作 我這個人本來就是 做這個工作就是要被人黑嘛 沒關係 只要我們對焦價值 就最後 eventually 我們對的是同一個價值 這個沒關係 這過程當中 你要這個藍粉 綠粉 韓粉 黑粉 英粉 米粉 和粉 隨便粉都可以 我沒有意見 我們就事論事一個一個談 今天呢 我們首先要來看看 我剛才講了 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蔡同學 就是賀德芬老師 向行政院提出了這個 訴願 就被駁回 接下來要打行政訴訟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這個訴願的 這個處分書上面 還有很荒唐的事情 光這份訴願書 我找到了五個代政事項 我也找到了至少五個單位 五個單位的公務人員 要成為我的被告 所以這份訴願書 坦白講還不錯 還不錯 至少要我們把這個戰線 打擊的戰線擴大了 你知道 防守的人最怕戰線擴大 打擊的人呢 最喜歡戰線擴大 因為戰線一擴大 任何一個地方 有破口就會突破 防守的人最怕 因為防守的兵力有限 拉大戰線 只有對守方不利 好 這是今天的論文門的主要核心 還有今天獨家報導 獨家的這個評論 是我們揭露了美國的一份政治雜誌 揭露了台灣政府 用錢買美國的智庫 這個故事其實說稀奇也稀奇 說不稀奇也不稀奇 因為台灣的媒體不是 60秒到90秒 從15萬到55萬隨你買嗎 我們的蔡同學 怎麼會不用錢去買美國的智庫呢 我先下一個結論 如果我們用錢揭露合法 總比買非洲的邦交國 花個幾十億 然後外交人員先吞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二呢 中間的80% 又進了當地的國王口袋 總比那樣好 但是記得喔 美利堅合眾國 不是中華台北喔 他們是嚴格的政治獻金的規定喔 所以蔡同學 任何外國政府的資金介入 不要以為說48萬 donation 在英國的台灣research program 給施呼嚨48萬不揭露 在美國不揭露你去看嗎 所以我說蔡同學 踢到鐵板了這一次 這個雜誌一個一個點名 台灣跟美國的重要智庫之間的捐款金額 我要講的是 如果純粹是為了台灣的外交 那觸犯這個法律 我覺得還情有可憫 可是蔡同學 你把大家的納稅錢 拿去買美國的智庫 買台灣的媒體 主要的目的是為你個人的選舉 跟個人的利益 還有你個人趨吉避凶 如何不要行舟上高攤 買英國的政界 如何讓自己在英國的地方 能夠得到庇護 能夠全身而退 這個你就最佳一等囉 好 今天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看看蔡同學 蔡同學 你躲在背後 因為現在監察院政府院長的風波 鬧得是沸沸揚揚 芳心慰愛 不是黃建廷說不選了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從黃建廷事件上面 我覺得我是黃建廷 我一定覺得人情冷暖之外 我一定覺得我被你們國民兩黨都耍 先說國民黨 當黃建廷呢 被蔡英文提名的時候 這件事情國民黨 竟然上下炮火對準了黃建廷 我覺得你也齊齊小災吧 這個問題喔 要是我是國民黨的話 我會趁機把這個事情當成一個籌碼 叫民進黨先對黃建廷道歉 再對這個相關的 詆毀過國民黨的不相關的這些 所謂的貪污案道歉 道歉完了之後 我覺得黃建廷沒有理由 不去擔任監察院副院長啊 你可以在監察院中 扮演個制衡的角色啊 不然今天監察院清一色都是民進黨的 你這樣來怎麼辦呢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位置是不能坐的 你至少進去當一隻烏鴉 當一隻打死不退的烏鴉 就像當年的陳時夢一樣 不過後來陳時夢退了 我坦白講很失望 我要是他 我打死不退 我就在裡面當一隻烏鴉 我一三五叫 二四六叫 每逢一個時間 時辰一到 我就要子時我叫 卯時我也叫 飲食我也叫 我到處叫 這樣就會發生功效 我常常說改變世界 往往是一兩個人做出來的 不是一群人做出來的 有的時候 很多人告訴我說 彭P你要壯大你的這個論文門的團隊 其實我不這麼認為 我坦白講 我覺得理念相同的人 一個兩個堅持到底 其實OK的 人多有的時候不見得好辦事 人多了以後就變成政黨 政黨就變成要妥協 要跟各種勢力妥協 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的目的是在揭蔽 人不需要多 所以政經傳媒 海內只有五個人 國內只有五個人 國外當然有一些人 國內只有五個人 五個人可以做的事 我們就不要五十個人來做 所以我覺得 認知 外國內側 是 西藝 大法 馬登 陳呼 包括 排zt assassin Feld 而且是派系龙头 第二个是关掉电视节目的独手 第三个 同时在关掉电视节目的同时也是收买节目的黑手 第四个是弊案缠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包括高雄市的许许多多的弊案 都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为了这个陈菊跳出来 又开始发假新闻了 台湾视察中心又出动了 又恐吓大家说 国民党说50个案子在身 所以陈菊不适合当监察院长 陈菊跳出来说假新闻 来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假新闻 首先包括蔡碧如 蔡碧如现在是民众党的立委 我一下子忘记她是民众党的立委 现在立法院大概有一半的委员我不认得 我不知道她是立委 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她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我们来看看蔡碧如的脸书上说 她说蔡碧如曾经批陈菊弊案缠身 你自己看看 你高雄市政府任内 你有多少的官员被弹劾 有多少的官员被纠正 也许你本身没有被弹劾 但不代表你没有被调查当中 你怎么知道你未来不会被弹劾 你这么多案子在身上 你怎么知道你会没事 你怎么知道你会全身而退 那你出高铁以外 在那个计程车上司机讲的都是好小 那你要不要把那个高铁前面排班的计程车 你怎么知道你会没事 从第一步告到最后一步 他们都这样讲 对 不信你去做做看 你去问问看 有几个人会对你成局在高雄这12年 有好评 我确实想是不在乎 你龍蝎衣尴尔 你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这么好 你都可以用本来做看 我感觉到倍速的 我感觉到不和你 我感觉到谁 我感觉到 wis 我感觉到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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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更具体一点 如果你有好评 陈其麦为什么会大輸 好 那你说当时这个高雄市民 头疼怕去灌水 那你就再看看嘛 你就再看看嘛 接下来 问题是 你的案子都在进行当中 那怎么可以 去当监察委员 那后面还查不查呢 好 蔡碧如的观点在这里 跟我一模一样 她說 退出政黨就不是仇佣了 那麼去了皮的檸檬就不是檸檬了 答案是的 去了皮的檸檬不是檸檬 去了皮的檸檬叫做去皮的檸檬 同樣我要問一下蔡碧如 蓋好的大巨蛋就不是必案了 你們去看看 大巨蛋已經蓋好了 當年那個刀叉吃人肉的 現在快要頒發使用執照了 快要剪彩了 我真的不知道精細是何系 所以蔡碧如麻煩你槍口偶爾調回來打一下自己 我們的當年的大畢案大巨蛋信到底怎麼了 不過不以人費言 所以蔡碧如講的這段話我覺得還是有道理的 去了皮的檸檬就不是檸檬嗎 我想有時候我覺得 我真的是註定要倒楣 註定是要被狗打 不要被狗咬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打紅 我們打紅打到我被 被這個中央電視台 列為什麼台獨撲克牌中的黑桃 我忘了黑桃J吧還是什麼東西的 反正他把台灣所有台派的人 每個人都列了一個撲克牌 然後說這血洗台灣之後的各種戰犯 我應該是屬於槍斃的還是無期徒刑的 我忘了啦 那我得罪紅的 因為我伸張人權 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 我主張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只是現在最需要的東西是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名字要不要改 憲法要不要重新制定 這我一向是主張如此 好了 我被紅的討厭 馬英九在任內 那我不用講了 我不遺餘力的把這個 國民黨過去留下來的種種的威權跟儀序 還有馬英九的幾個弊案涉及的部分 我也是不遺餘力 好 再來 民進黨執政 一上任 上任三個月 我就盯上了趙鋒案 2016年的8月22號 各位不興趣看 我一路監督民進黨 烈雷劍 Jeff Dada 沒有人談這個問題 Jeff Dada 有沒有變蕭波快 沒有人在乎這個問題 我是主流媒體率先出來談這個問題的 李明哲被抓 我率先在節目當中 在電視牆上面每天倒數計時 問蔡同學 你什麼時候關心李明哲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還包括了慈濟案 還包括了台大校長的任命案 這一路下來 我堅持說實話 好 尷尬 結果呢 得罪了紅的 得罪了藍的 得罪了綠的 柯文哲 我更是不遺餘力的叫他柯萊爾 我是第一個叫他柯萊爾的主流媒體的主持人 所以我得罪了白色 我全部人都得罪光了 勘肉 csumirase おやすみなさい 結束了 Over 對 我就是這樣的工作 我就是這樣的個性 不過沒有關係啊 政治人物討厭我 權貴討厭我 是我做媒體的勳章啊 對不對 各位同學喜歡我才是重要嘛 來 各位同學票選一下 我要取暖了 各位同學 喜歡我的加1 愛死我的加2 討厭我的加3 恨死我的加4 來 我要取暖了 好 我說真的 今天媒體 既然我們都已經成了YouTuber 上面已經沒有公公婆婆了 那麼就勇敢一點吧 我以前上面有公公婆婆說 我也很勇敢嘛 所以被陳菊叫進民進黨的這個 民視高層 把我們節目收掉嘛 腰斬嘛 對不對 各位不興趣看 去年 4月22號 我們節目晚上被斷播 早上一大早8點鐘 去看我的臉書 2019年4月22號 一大早我起床 我就直接嗆陳菊跟蔡英文 我說你們憑什麼把手伸進媒體 你憑什麼把民視高層叫進總統府 我徹底瞧不起你們 你沒有資格跟我談新聞倫理 你連做人的倫理都不配跟我談 我講的一字不漏 就在我的臉書去年的4月22號 我的節目還沒有被斷播以前 然後當天呢 我就領到獎賞了 我的節目就斷播了 所以我說 沒有一個政權像蔡政府這麼心狠手辣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沒有這樣做 當然蔣介石時代可能妥協是比了 我趕你比了 對 但是 社會總要進步嘛 人不能跟60年前比嘛 到今天 我們的政府還幹這樣的事 所以我從那時候 從美國陪小孩回來的時候 好多台橋叫我不要回來 叫我要注意自己的身家安全 要幫我做過任何任何的幫忙 希望我可以留在美國等等事情 他們真的是擔心 因為沒有看過一個政府 像蔡同學這麼心狠手辣 他們告訴我說 今天她會攔腰砍斷你的節目 明天她會攔腰砍斷你的人頭 叫我特別小心 所以我在這邊跟各位同學講 我不但是發布自殺聲明 而且我告訴各位同學 我深信無比樂觀 我2049年之內 沒有帶著葉克摩看到蔡同學的人事 升等資料 而我是不會咽下最後一口氣的 所以跟我來這一套是沒有用的 而且 宰了我沒有關係 催住士奇君 催住被殺了他的弟弟皆 弟弟被殺了各個皆 沒有關係 父死子祭胸中地級 這八個字是宇宙政經學院的孝訓 叫父死子祭胸中地級 記得期中考會考 好 我們今天來看看 這個蔡同學 這個蔡碧如說 好了我知道一定都是加二的了 加三加四的我看你退群好了 好 蔡碧如在臉書上發文說 陳菊閉案纏身 高雄市累積在監察院有58案 包括彈劾糾正30多件 都發生在陳菊任高雄市長任內 而且氣爆案跟慶福案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檢舉 有些案子到目前為止是偵查中 有些案子目前還沒有排到 並不代表這些已經結案了 結果民進黨就開始大發這個長輩圖 然後又透過台灣視察中心 又透過恐嚇叫大家不要傳 說什麼陳菊有三件彈劾案不是事實 好我不知道陳菊有幾件彈劾案 因為彈劾案也沒有公佈 那麼我相信 好我相信不是事實 但是50幾件正在進行中 而且被彈劾被糾正的案子超過30件 這總是事實吧 我說民進黨跟總統府已經學會一招了 他們用什麼招呢 他們當時我在臉書上說 這個總統府你憑什麼把民事高層叫進總統府 他第二天馬上發這個新聞稿澄清說 總統府沒有把民事高層叫進總統府 我就知道說我非常了解他們的伎倆 我第二天馬上嗆他 我說難不成他們是自己禁見的 後來我查出來他們不是禁總統府 他們是禁官邸 所以這幫子人非常會運用這種 以部分來否定全部的這樣的命題 比方說他就說陳菊沒有被彈劾三次 但那並不代表你陳菊領導的高雄市府 沒有被彈劾糾正超過30件 這才是你要回答的問題不是嗎 菊姐啊 所以我說你怎麼可以叫一個 現在有很多案子纏身 纏身包括了你的市府團隊 市府團隊的事情怎麼會不是你市長的責任呢 那我照你這樣講 朱立倫也可以把所有責任都撇清啊 即便他的副市長什麼都已經判刑了 或者是這些人旁邊的這些人都判刑了 他也可以說這跟我沒關呢 那我們就不能把這帳算在他頭上 你覺得這跟他沒關嗎 這會沒關嗎 一樣嘛 我們當然是用同樣的標準來解釋陳菊舉解嘛 好 那麼現在蔡必如說 他說陳菊出任監察院長是求援兼裁員 蔡必如說你太客氣了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嫌犯兼典獄長啊 就是嫌犯兼典獄長 那我們從此以後台北監獄的典獄長 由犯人票選就好啦 對不對 犯人最了解犯人嘛 那以後 這個台北監獄典獄長 由犯人票選最高票的當選典獄長 次高票當選副典獄長 大家說好不好啊 這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拜拜 拜拜 別 hob Hoиц bolt 很濟 還不是 任務 請選擇 μια冰獄 螞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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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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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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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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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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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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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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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题目就是 美国对台湾对美国智库的资助 无处不在而且很少公开的这篇文章 好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在写什么呢 这篇文章在写说 华盛顿有一些智库研究人员 每年从台湾政府领到了 五位到六位数的支票 五位的话就是几万块钱美金 就是台币的可能到了两三百万 到六位数就是几十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可能就是台币的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 好 他点名了五个智库 一个是The Brookings Institute 布鲁金斯学院很有名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进步中心 The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新美国安全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战略 国际研究中心就是CSIS 大大有名 再来 The Hudson Institute 他们虽然都有披露 Tecro 就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就是台湾驻美的代表处 有披露他们的资助 但是都把这个东西深深地藏在了他们的网站 跟他们的年度报告当中 他的意思是说 接受资助写的文章 应该要在文章上面注明 这是对道德规范上面的一个最清楚的要求 就好像是广告就要标示广告 又接受赞助要标示赞助 否则的话 新闻评论跟置入 或者是公关稿 这中间的界限会没有办法厘清 他的题目是说 好 接下来呢 What Taiwan's money buys? 哇 他直接挑明台湾的钱买了什么呢? 他说美国进步中心 是克林顿跟欧巴马政府 有密切联系的自由派的智囊团 2019年 从Tecro拿到了5万到10万美金之间 因为这些网站只揭露了一个所谓的range 也就是说5万到99999 这个间距当中单位是美金 那也就是150万台币到300万台币当中每年 他说2019年拿了这笔款项 而这些讯息只有在他们的donate road 或者list当中提到 这个CAP 就是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高级研究员 曾经在华盛顿月刊发表了3月份的文章 那么这个CAP的高级研究员另外一位 也在2019年9月发表了另外一篇 有关台湾的文章 但是都没有提到所谓的台湾 来资助他们的这个资金来源的说法 我想这一位Elli的记者 他的director应该是一位主管或总监 他的重点在于说 智库的捐赠要透明 要有名有姓 而且要说明用途 受捐赠的人要避免利益冲突 所以要清楚揭露 不是总的揭露 而是在每一篇文章中要说明 我们这个智库曾经受到这个单位的捐赠 这样的时候你下笔才能够让你的读者 能够判断说 这是不是一篇公关文章吗 对吧 好 再来 The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这CNAS是赞助最多的 他的赞助金额是10万到250万之间 10万就是300万到250万 25万 25万就大概七八百万台币中间 这个CNAS他们同样的 在跟同行提供了一个 华盛顿提供2020年的一份报导 也没有提到台湾的资金来源 再来 CSIS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被Universal Pennsylvania 誉为是2019年等级最高的顶级智库之一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Telcro在他身上 CSIS投资了将近50万美金以上 就是1500万美金 那么这些CSIS的学者 经常在媒体上谈到台美关系 也没有揭露了相关的规定 后来这一篇文章揭露了之后 CS回了一封信说 他们有一些台湾的报导 有揭露说资金来源是外交部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讲到CSIS 或是Huston Institute大大的有名 我并不反对台湾用钱去捐赠这些智库 有钱是鬼推磨 有钱好办事 中国也这样干 全世界都这样干 我不反对 但是很简单 我echo Ali这位作者的说法 你要清楚揭露 以便公开解释 这就是公开透明的原则 所以我说今天台湾的政府用 60秒到90秒买新闻 这么荒唐的事都做出来 怎么会在乎买智库呢 如果是政府的行销 政府的置入 那你就要打本节目视卫福部 1500万台币赞助的置入行销 你就打出来让大家做评断 对吧 你就放在那边就跟香烟警语一样 对不对 三民主义有爱健康 吸烟过量统一中国 对吧 有讲错吗 自行组合 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此啊 那你再来看看 他说这Hudson Institute 在最新报告中2018年 从Telcroft 获得了超过了10万美金 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出在这笔钱 资助了美国的智库 因为你只要符合美国的法律 你只要诚实揭露 你现在被踢爆是因为你不诚实揭露 你老是东藏西藏 你只要诚实揭露没有关系 我比较在乎的是 刚才点名的这些单位 大家记不记得CSIS 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前 接二连三到台湾来 在各个地方发文 挺蔡英文 挺民进党 这问题就来了 拿我们的钱 买我们的新闻 骂我们 洗我们的脑 帮你的候选人助选 帮你的党派助选 那敢对 你冲吗 你冲吗 这问题出在这里啊 问题不出在你的置入行销 问题出在你把置入行销的钱 拿人民的纳税钱 做自己的形象包装 这个是不对的 我相信民进党不会有感觉 蔡同学不会有感觉 你连新闻60秒到90秒 15万到55万 你都大剌剌的在买了 你怎么会在乎买智库呢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政经学院同学们 已经把台湾政府买媒体的家务表 寄给了这些智库 还有寄给了这些杂志 让你们知道说你们大惊小怪 我们的政府早就在买媒体了 你们这些智库被买一下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 好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这就是民主政治金权政治败坏的开端 如果你们对于这样子的浪用工坛毫无知觉的话 那接下来你就会开始去贿赂 甚至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在国际政治间扮演着一些恐怖分子的角色 台湾的政府 你要小心 不要被国际间列为黑名单 到时候就不是金钱可以弥补的 好 最后还提到了很多的例子 而且他们批评台湾的政府说 似乎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 这才是重点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要资助Think Tank 你光明正大的资助 Think Tank要帮台湾讲话 你揭露资金来源 说明以上代表我个人的判断跟立场 与资金无关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有没有关系 而不是用这种方法 更不可以被原谅的是 各位去看看CSIS有一堆的学者 曾经在台湾的媒体上公开挺蔡同学 而且写文章 这些人我们也会在美国的同学们 会具名检举 这些人看看这些人在选前选后 有没有接受中华台北政府任何的金钱资助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投书 我相信这些所谓的智库的学者 或者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们 你们一样接受美国政府的规范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误道法网 同样的道理 在英国部分我们也在彻查 48万英镑的donation anonymous 究竟为什么 做了哪些事 钱从哪里来 钱跑哪里去 进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政府监察院长 蔡同学出面说话了 终于说话了 躲了四五天 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这万雨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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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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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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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wd6 by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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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6 Bwd6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wd6 by bwd6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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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